疫苗護照現在在紐約全面進行了 所有的公司所有進出公共場所的人 都必須要有疫苗護照才可以 之前拜登不是說只要100個人以上才要管的東西嗎? 現在已經不成立了 就算已經被指控違憲了 他還是要繼續的進行OSHA的計劃 就算他已經失敗了 也阻止不了史上最噁心的市長 Bill de Blasio 說要掌控這一切 我們紐約最棒、最厲害 我們要做最正確的事情 就是要徹底的干擾住紐約的所有的人的生活 我們在紐約市都決定要用一頓批判 去做真實的事情 去阻止疫苗增加疫苗和我們所有的危險 我們的健康委員會提出 一般的疫苗的疫苗 全民眾都會掌控制疫苗 在紐約市都會掌控制疫苗 這次的疫苗的疫苗 這次的疫苗 這會是我的指示 來自媒體、市民、公司 全世界各地的疫苗 用這些疫苗的疫苗 而且更加 universal他們 更加的職業 更加急努力 會說 這次的時間 因為你不能出發 你沒有聽錯 五歲到十一歲的小孩 至少要打一針 才可以進出紐約市的所有場合 我從來就沒有看過這麼噁心的證據 你沒有聽錯 五歲到十一歲的小孩 至少要打一針 才可以進出紐約市的所有場合 我從來就沒有看過 這麼噁心的證據 各位住紐約的人 準備好了 你們的市長正在做一件違法的事情 如果你不反抗的話 不會有人幫你反抗 紐約這個擁有自由女神的城市 即將進入一個 跟自由一點關係都沒有的社會衝突 我是Edan 歡迎收看今天的AI News 沒有錯 連小孩都不放過 紐約的州政府不是才說 要幫打疫苗的人付大學學費嗎? 市政府怎麼就突然規定 要全面疫苗護照 連小孩都不放過了呢? 剛剛之前說的漢堡呢? 薯條呢? Build the Bellasio 就是這個樣子看你們紐約人的 你們就是一群賤民 你們的小孩就是一群賤民的小孩 你們全部都是奴隸 說到兒童被打壓 這裡跟大家介紹一間 基督徒保守派的公司 myid.life 他們的面膜 採取了稀有的非洲 Miracle fruit提煉而成的精華液 青春豆 粉刺 細紋 皮膚鬆滑 黑色素沉澱 他們的產品可以一網打進 而且他們的Face Mask Set 從開箱到整個使用過程 簡直就是一個藝術品般的享受 不要相信我 現在就去myid.life myid.life 買一個試試看 保證年輕20歲 最重要的是 這位老闆Judy長期關注 而且真正付出行動 來保護這些被人口販子摧殘的兒童 當各位買一份產品的時候 所有的利潤 全部都會拿去給這些弱勢的兒童 也有一部分會到 AINews愛報導這個地方 繼續做文化宣傳 現在就去他們的官網 myid.life 購買他們的面膜組 結帳的時候 輸入AINews的折扣碼 全部大寫 就可以獲得一套 免費的 價值25美金的眼膜套組 你看我這個人是不是 快要40歲的人 看起來還是一部小屁孩的樣子呢? 或許吧 很快買一套 讓自己變得更漂亮 還可以幫助弱勢兒童 還可以幫助AINews 繼續的傳播正確的價值觀 幫助這個世界 不要再被左派的思想牽著鼻子走 紐約這邊做的是一個很邪惡的事情 逼迫小孩去打疫苗 全部都只是為了 Omicron的這個變異而已 目前這個變異 我不知道啦 我只知道 台灣的人已經全部被嚇壞了 我媽 我外婆 我外婆會傳什麼 Omicron是最可怕的變種 殺人於無形 傳染力極高 萬一有個什麼outbreak的話 會是毀滅性的災難 比原本的新冠肺炎更可怕 然後呢 WHO自己發出來的 目前Omicron變異在38個國家內被發現 目前沒有任何的死亡紀錄 這一切都只是掌權者想要擴張政府的力量 來控制人民的生活而已 各位可以想一想 如果不是共和黨的人 還有美國右派的人 試圖剋止這個樣子的情形 美國政府會不會已經在做澳洲政府 還有歐洲政府那邊在做的事情呢? 因為這麼做對於政府是非常方便的 所有的政府都不希望有任何不同的聲音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做的事情 就是要消除政府很多的那些權力 不然像德國納粹那樣子的集中營 又會在歷史上發生 說到德國 各位可以猜猜看他們又做了什麼事 沒有錯 他們又跟二戰一樣 開始強制的執行 你的筆劑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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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arin... 立場美大團 安全的你想念 只要把疫情進步 進步 cu兵例 真正和 organise新大的 今天的市民 大月 或許閃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有错 所有的文化活动 娱乐性 运动 文化活动 全部都会在德国全面执行 但是如果你没有打疫苗的话 就什么都不能参加 所有的商业卖家 卖场 就算是生活必需品 根据BBC的报道 所有没有打疫苗的人 只能在家里聚会 最多可以有两个客人 各位要记得纳粹当时 屠杀了六百万的犹太人的时候 不是上台第一件事就说 We don't like these Jews We're gonna round them up and kill them 他们是使用各式各样的方法 来侵略人民的生活 最常使用的方法 就是病毒 或者是某个疾病之类的 目的就是要把某一群人黑化 肮脏化 让国人认为说 他们是下等人 他们很肮脏 或者是他们根本不是人 他们说 犹太人跟跳蚤一样 会带来typhus 颁枕伤寒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要让政府有完全的权利 以公共卫生安全的名义 一家一家的去搜查 把这些犹太人抓起来 他们的说法就是 我们也不想这么做 但是为了你的卫生 为了你的安全 我们必须要这么做 这是科学 由我们德国顶尖的医学博士 做出来的研究报告 你想要跟犹太人一样肮脏吗 你想要你的小孩 变得跟犹太人一样吗 就是利用这个样子的想法 结果就是利用这样子的想法 结果那边就是经济整个烂掉 卫生情况更差 然后他们再说 这一切都是犹太人的错 They didn't do their party in Germany 他们没有为了德国实行他们的义务 就是因为犹太人的原因 德国的经济没有办法如预期的恢复 这个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 好像我们最近才听过而已 不是吗 不是有一位老人痴呆的总统说 就是因为这些人没有打疫苗 所以我才会被逼着继续封锁的政策 我们经济才会萧条 公共卫生还有公共健康 永远都会被政府拿来做夺权 杀人 种族隔离的方法 美国南方当时进行种族隔离的时候 也是说黑人脏 黑人恶心 黑人会污染整个白种人的健康 才会做出这么恶心的事 各位可以想想看 我们目前的文化寻找性行为对象的方法 就是在我们的手机上装一个APP 然后往右滑 这个文化 现代的左派文化一点都不在乎公众健康 我们现在的文化对于公共安全跟公共卫生 人一点都不在乎 这一切只是政府夺权的方法 使用肤色、文化、种族来分类人群 贴上不同的阶级的受害者标签 是左派最爱做的事情 Neeji Nails的指甲油颜色众多 而且全部平等 每一瓶Neeji Nails的指甲油都是使用无毒、无害、无动物测试的 Tenfree材质制造而成 是目前市面上最高规格、使用最安全的指甲油 100%在美国制造 是一间保守派基督徒的公司 现在就去他们的网站 www.nijila.com 选购他们的产品 结账的时候输入折扣码 AINews10就可以享有10%off的优惠 爱自己没有错 爱自己的指甲更没有错 今年的Holiday season 他们还特别推出了Best Seller Collection 跟Holiday Collection 让大家选购 让大家购物的时候更放心更方便 现在就去www.nijila.com 结账的时候输入折扣码AINews10 一起来支持这间基督徒保守派的公司 一起来抵抗左派的侵蚀 左派最会做的事情就是批斗 批斗所有自己的政敌 让自己的人民彼此批斗 当他们夺权了之后 为了要保持住自己的权利 就是会彼此批斗 只是为了要证明说 这个世界没有我不行 我帮助人民在我的下面得到自由 我现在要帮助你的人民在我的下面得到自由 就跟现在拜登政府在做的事情一样 我们美国不能再容忍了 No more Mr. Nice Biden 你以为你可以直接偷取美国人的智慧财产权? 你以为你可以直接偷取美国人的智慧财产权吗? 你以为你可以偷走美国人的工作吗? 你以为你可以夺取美国强大的制造业吗? 你以为你可以随便把一个地方归纳在你的领土下面吗? 你以为你可以建立集中营 把所有的穆斯林关起来再教育吗? 不听话就直接杀掉吗? 你以为你是谁啊? Jensaki 告诉他们 谁是世界的老大 然后这个世界老大要干嘛?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will not send any diplomatic or official representation to the Beijing 2022 Winter Olympics and Paralympic Games given the PRC's ongoing genocide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in Xinjiang and other human rights abuses The athletes on Team USA have our full support We will be behind them 100% as we cheer them on from home We will not be contributing to the fanfare of the games U.S. diplomatic or official representation would treat these games as business as usual in the face of the PRC's egregious human rights abuses and atrocities in Xinjiang and we simply can't do that As the President has told President Xi Standing up for human rights is in the DNA of Americans We have a fundamental commitment to promoting human rights and we feel strongly in our position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take actions to advance human rights in China and beyond We will continue to do 包括 外交抵制 北京冬奥 我不知道各位啦 有人看過冬季奥運會嗎? 就是 我們還是會送我們的運動員去啊 我們還是會參加所有的比賽啊 但是 我們不會送任何政府的官員 這代表什麼你知道嗎? 這代表你沒有機會跟我們的交通部長 Pete Buttigieg拍照 OK? 怕了吧? 中共? 怕了吧? 北京? 怕了吧? 習維尼? 蛤? Yeah 來看看台灣自由時報上面的標題 美國外交抵制北京冬奥 石板明夫說 可能是中共走向衰亡的里程碑 我不知道中共會不會衰亡啊 但是 美國如果繼續給這些腦殘人控制的話 我已經 可以很明顯的看到美國已經在衰亡了 如果今天 美國的運動員不參加的話 或許 會有一點影響力 就是 會影響到北京冬奥的可信度 對不對? 然後收視率會降低 因為美國人不在那個地方 美國看幹嘛 至少會有一點用處吧 你不派 官方的政治人物去 到底 有什麼意義 你還不如什麼都不要做 Ginzaki在上面講 中國政府在把新疆的維吾爾族人 關到集中營裡面 而且屠殺 墮胎 自己的人民 美國就用這麼軟弱無力的方式 來抵制一個邪惡的政權 這個只表示了一件事 就是 美國不是一個嚴肅的國家 中國會把你美國當成一個笑話看 你美國官員來幹嘛 中國官員還不夠嗎? 世界只會把美國當成一個小丑 只會在那邊炒冷飯 什麼事情都不敢做 這個樣子的抵抗方式 還有人現在還相信 如果中國現在武統台灣 美國會把第七艦隊開下來 把海軍陸戰隊派出來 台灣人還認為可以相信拜登嗎? 就算這個腦殘把阿富汗那邊幫著美軍的翻譯官 平民百姓、婦女 在那邊二十年了 把他們全部丟在那個地方 把他們全部放棄 而且還把大量的先進武器 直接送給塔利班 還有人相信美國政府嗎? 沒有人相信 經過這個最嚴厲的譴責方式之後 我敢保證 習近平更不相信 左派政府永遠都想要擴張自己的政權 因為他們奪取政權的方式 很骯髒、很龐龊、很噁心 他們永遠都是用人民的無知、政敵的無能 以及屠殺反對自己的人來奪權的 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只能無限的擴張 無限的侵蝕社會 各位可以想一下 共產主義的政權為什麼永遠都在自己打自己? 中華人民共和國獨立了之後 馬上就跟蘇聯打了一仗 胡志明靠著中共掌權了之後 馬上就跟中共鬧掰了 古巴赤化之後馬上就跟蘇聯還有中共鬧掰了 因為他們要掌權的話 他們就必須持續有敵人 左派必須彼此吞噬 就像納粹那時候跟德國共產黨一樣 兩邊的人想法幾乎都一樣 都是要有一個龐大的政府來掌控所有人的生活 兩邊的敵人也都是一樣 一個是資本家 另外一個是有大量資本家的人種 猶太人 這兩個都是左派政權 不同的是 共產黨最後活下來了 所以他就指控那另外一個左派為右派 左派唯一生存的方式就是 欺騙更多 吞噬更多 殺死更多 左派就是聖經裡面說的那個敵人 他們要當你的神 他們要幫你分辨善惡 包括殺人 所有的對錯都取決於這個事件 是否幫助他們的政治方向 最近發生了一個校園槍擊案 在密西根州的Oxford High School 這個檢察官不只對於這個槍手提出了指控 還對於這個槍手的父母提出了殺人罪的指控 我們在這裡可以問說 為什麼父母會被指控殺人罪 他們沒有拿槍去學校打任何人 但是他們的確沒有把他們的槍鎖起來 然後讓他這個喪心病狂 而且很明顯有問題的兒子 拿著他們的槍去學校殺死了4個人 4個同學 這對父母現在正在監獄裡面 各50萬 兩個人加起來100萬的保釋金 首先 我們已經知道 這個小孩會以成人的方式來審判了 這對父母的確應該要非常懊悔 怎麼會自己把小孩教育成這個樣子 但是在美國的法律裡面 甚至在任何其他國家的法律裡面 很少有小孩犯罪 但是父母要跟著一起被受審判的案例 法律也沒有權利要管你怎麼佈置你家 也不可能管你有沒有把槍放在保險櫃裡面 我絕對同意這個小孩一定要被法律審判 而且關越久越好 殺人耶 但是我不同意父母被關起來是一個正確的事情 我來告訴大家為什麼 大概在兩個月以前 我們也報過類似的新聞 在德州的高中生 當時我們在討論的就是 這個校園槍擊案 為什麼只是local news 地方新聞而已 證明高中生拿著槍去學校打了一堆人 打傷了四個人 然後還有一個老師 不只他的父母沒有被逮捕 也沒有被要起訴100萬的保釋金 就連那個高中生也一下子就被保釋出來了 第二天就被保釋出來了 他的保釋金是七萬五千塊錢 然後他們付了 然後他就被放出來了 他就被保釋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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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Timothy Simpkins 拿槍去學校耶 各位如果還記得這個新聞片段的話 你就會知道這一切有多噁心 你這個媽媽還可以在這邊 大言不慘的在那邊說那些鬼話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噁心 但是為什麼會有這個樣子的差別待遇 因為這個並不符合左派的政治方向 他們要的 政府要的是一個 喪心病狂的白人小孩 發瘋了去學校開槍 他們要的東西跟這些小孩沒有關係 這個是跟槍枝氾濫有關係 所以政府要有更多的權力 來推翻憲法第二修正案 然後把持槍權從人民的手中奪取才行 但是 德州這個小孩 是個黑人 這個種族就已經不符合 校園槍擊案的封面了 所以說這個校園槍擊案 就沒有必要在新聞上曝光 因為這個新聞不符合左派的政治方向 這個密西根州的學校的槍擊案 符合他們的政治方向 所以會變成一個全國的新聞 要爆多大就爆多大 能爆多大就爆多大 他們要做的事情 不是要對那個兇手怎麼樣 而是要讓你知道 你不應該有槍 你有槍的話 政府就應該要有權力把你抓起來 你應該要鼓勵政府去打壓持槍者 他們的槍枝造成了槍枝暴力 政府要奪走你的槍枝 這就是為什麼在這個案件裡面 有兩個沒有犯罪的人會被抓 就算在新聞上面已經說 就是他們看了他們的簡訊 然後他媽說你不要做 什麼什麼什麼之類的 可能是在德州那個案子裡面沒有死人 不過不管怎麼樣 只證明了一件事 就是左派認為是罪才是罪 左派認為不是罪就不算犯罪 殺人都一樣 同樣是校園槍擊案 整個媒體還有司法部門 對於這兩個案件的處理方式 只證明了一件事 就是他們要幫你制定善惡 AI News的我們知道說 我們沒有資格幫任何人分辨善惡 只有神的道德觀、價值觀 神的律法、神的話、聖經 可以制定善惡 左派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控制所有人的生活 像紐約州政府那個樣子的欺騙 像拜登政府透過搶奪 像中共透過殺害人民 把恐懼注入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我們不希望我們被任何人控制 我們認為自由女神像 不是一個偶像 沒有人在跪拜她 而是一個象徵 我們在這裡說的 似乎是關於美國的新聞 但是每個新聞的背後 在傳達的東西 才是真正重要的 所以請各位繼續支持我們的事工 讓我們的聲音可以繼續傳達出去 不要忘了訂閱我們的頻道 點讚然後在下面留言 還有分享我們的影片給你的朋友 我們需要各位的幫忙 現在就去我們的 Coffee 籌資網站 來支持我們的事工 成為這個華人抵抗暴政的一員 也請各位繼續幫我們的事工禱告 讓我們的影片可以傳給更多的人 而且叫醒更多的人 基督教有很多的教派 雖然每個教派都在喊說要合一 但是說實在的沒什麼具體的行動 我認為至少在神的正義 耶穌的愛的事實還有真理上面 我們可以合一 所以在這邊先謝謝大家 合一的支持我們的事工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dan 更多美國情報 請繼續關注AINEWS